哦 糟糕 我把那个 BP都丢掉了 炒一下上次的通便在不在 用这个例子来看就好了 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做传统的BP的键表 我会开玩笑 你怎么去猫蹄碎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可以得猫蹄碎 为什么 因为做这个格子它可以不计算 剩下这一盘都不行 因为这个数字都会没出来 所以你没有得加速 你每个开个衰给它也没有好处 就这样 除非像刚刚他讲的是对角线的确定 那才有机会 所以这个当然是个很细节面的事情 就是说 但其实我还是想讲说 基本是用刚刚那一招对角线去做加速的话 我只是觉得它那个东西可能 没有我想的那么伟大的原因是说 因为你所有的BP结束后都要做一个叫做 BakeTrade的动作 我就觉得它那边恐怕 就可能会没办法加速 那我找一下有没有BakeTrade的Case 有就这个 有就这个 意思就是说 今天假设你有办法平均化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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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其实 实物上的话 你光是算出这个数字是没有 因为最重要要突出那一个 那个什么 alignment就是那个 就是上面那一个 所以alignment就是上面这个 你要突出上面那个结果 就是要有一个叫做BakeTrade的过程 所以你们知道吧 那这个时候 这一段好像就不太可能有 情形化过任何加速的空间了 那我稍微思索一下 对没有 好吧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 其实说平均化大概通常都是类似这个 可以是啦 比如说你整个BakeTrade 从头执行到晚 做很多事情 不是每个阶段都能平均化 所以像 你用这条件去试作它 你可以用Synthi OpenMP去 所以 那很厉害你在备权这个过程 应该就会没机会平均化 你只能慢慢的这样子sequential sequential的这样子mature 所以 亚洲才是真实的状况 所以平均化很少说 你能够开 比如说好最简单来讲开四盒 你通常能够得到两倍就了不起了 两倍的加速就了不起了 开三十盒 你能十倍十五倍的加速就了不起了 也就是说因为整个头本做的事情 太复杂了 太过了 我们只能做局部的加速而已 所以这才是真实的事件 所以一般在这个超级简单的CAS 至于要对你够简单 它只是解决一个很单纯的 alarm的问题 implement一个很简单的 alarm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加速 一般知道这是最简单的状况 所以实际上的CAS 是更复杂的 好吧 所以 所以这个 那我稍微看一下 好了 所以我们其实 我先从这一章开始讲好了 所以其实 跟大家review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那个 定序的资料 其实 拿到手之后呢 其实 通常大概一开始做两件事 一个就是想办法把那个碎片去生一条 或者是 假设一定有人帮我们去出一条 参考的基因体的话 那我们做的事情就很快速的把那些小碎片 提上去 很耐上去的数研究 把它全部都把它排好 然后不管这两个是哪一个 其实在他们 这个大问题的内部呢 其实都是在解决一个 字串反对的问题 或者我们处理研究 而来讲 就是说 你要想办法去 把两个字串去做相似度的反对 根据其他来讲 你要做很耐 然后做排列 所以这个其实是 隐藏在那两个大问题中的一个 核心的小问题 那当然我们上次大概跟大家讲的三种 应该能够两种啦 就是 最早最早的 来内火灰民的技巧 就是 听确来讲 它可以分两种 问题的变形 一种叫GLOGO来版 就是说 你输出的这两个字串 你要做比对的时候 我要求 这两个字串从头到尾 你都要 都要考虑进来 不能只考虑局部 你要考虑GLOBO 就是说 你哪个字 通通都要考虑进来 那这种叫GLOBO alignment 或者 更接近来说 算分数的时候 因为实际上 如果还有印象 其实我们在 做这个alignment的时候 有一个分数 match给几分 match扣几分 位移扣几分 第二个扣几分 你在算分数 每一个位置 全部都要 来计算分数 这叫GLOBO alignment 可以离许 切掉 诶 他还可以问我 什么时候 这么厉害 现在功能越来越多了 他还问我说 一小时后回电 哦 现在不知道有这个星空 我刚刚已经按了一小时 所以等下一小时后 那位置都冒不过 真的 尴尬 好 所以这个 第二个是LOCAL 就是说你 因为你有可能状况是说 你这整个区别前后可能会很不一样 但这段话你会是想要发力上出局部最下分 但其实不要崩溃了 这个算数理是LOCAL 但其实它包含各个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整条序列都很像 到时候分数算出来最高分也有可能是整条 会对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LOCAL 才是一个更同意的 它的名字 GOLOGO LOCAL 有时候会误误误误 这是狭义的 不是这是更广义的 也就是说LOCAL 其实包含各个LOCAL 意思就是说 反正今天如果你整条都对起分数最高 那我就会付整条 如果你今天是局部这样子 对起的时候 那时候分数会最高 然后就出局部的 那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你头尾 一大堆的名字MATCHLOCAL 长得不像 那算进去的时候会扣分 这个时候我就分数最高的那个局 所以实物上 大部分的状况 所有的那个软体 或所有的 应用几乎99% 都是先启动这个LOCAL 来买演算法 因为它可以去 HUB上面的Empath 所以这个才是使用度最高的 好吧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上礼拜讲的 但是实物上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资料量的超级大的 大到 没有办法去 靠那个理论的那个技巧 去达到一个实物上的那个 腰臭的速度 也就是说 那个谈念佛门瓶就是要N比方的时间 跟空间成本最笨的做法 虽然虽然在理论界有一些加速的技巧 我们在上一次最后结束的时候 有提到 快速提到说 比如说空间成本确实也是可以降 时间也可以稍微降一点点 你忘记没有关系 因为那个我讲比较快 因为我想说 反正目前实物上 没有什么人这么做 没有太多人这么做 那我们就 把这两个理论 可以做到的加速技巧 或是省空间技巧 省略了 那所谓实物上的加速的技巧 是 大概都是 两个都会并用的 所以两个就是 第一个 它的演算法上 把它退化 它不要求 手音频完整个版内口分 大概精神是这样 等一下我们再看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 理论上的演算法 做一些 准确度的牺牲 来换取速度 另外就是 在Power上面 几乎 全部人都会 使用这两个 通常第一个一定会用 第二个是 是看 看人 我本来基本上 真实的年代没有可能不用了 所有的机器全部都是一堆盒的 连手机都好几盒的 又得况是那种 伺服器等级的 或CPU一大堆 所以现在几乎不太可能 不用OpenMG加速它吧 所以实物上这个都是 反而就是 退化成 主力使用加速 加上硬體加速 它有办法去处理 那么巨量的质量 就没有办法 因为它的量就是 超级超级大 所以这边只是给大家一个 参考 像这个我觉得没什么 实物上的意义 这是给大家参考 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 Human genome 比如说 那一个是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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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种差不多 比如说 我们人类的那个 基因体大概 一个人是三十亿个字 那一条参考也是差不多三十亿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开一个 PP的table下去 你想这个是不得了的事 你知道这个PP的 你本来说 你这个真例要开三十亿 开写这还是一维的 还有二维的 那请问你要什么跟什么 那当 Wall's Case 当时 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哦 我要把一只猩猩猩猩猩 另外一个人的 三十亿拿一个拿 那就三十亿成三十亿 那就是个片文数字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记忆 跟时间 可以让你换这个 宅内服务的表情 所以实际上 你可以先来根本就不可能 去真的去实做那个 完整的实做那个PP 我们这样讲比较精准 那所有的人都 试图去 尽量去抓住那个PP的精神 但是不把这整个大条 去快快点填完 来换取时间跟空间的 加速就是这样 大概是精神都是这样 所以这种加速 最简单的 加速就是第一招 大朋友小朋友 都有可能想到的 就是 叫Bending Alignment 我忘记我忘了加音笔 应该叫Bending Alignment 也就是说 这是你一个Global Alive 来做示意书 就是我今天要填表 然后下面去 空间时间都太多 所以有一个更简单的 马上大家就想到的一个 实做上的加速技巧就是说 如果今天 实务上 如果今天这两个序列 相似度很高的话 也就是说它们长得很像的话 那大家可以接受吗 很像就是说 你会有很多match 因为很多位置都是走对角线 因为都是match 分数最高的就是会在中间这个 范围游走 也就是最理想的状况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match 这两个序列长得完全一样 ATCG ATCG 那我就从头到尾都是对角线 那如果我误差一个字 ATGG 那也没有关系 也是对角线 多一个gap 那顶多偏移一下 也还是对角线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两个 要比较的字串 其实是超级像的话 那我干嘛傻傻的开那么大的矩阵 花那么多时间 我只要锁定这个对角线 周围一个bandwidth 所以叫band 其实就是指那个bandwidth 意思就是说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bandwidth 假设它叫W好了 假设这个宽度叫W 好啦 那我就可以全部把空间时间都剩下来 不是吗 因为就N层等W 本来就N层等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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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W就可以很小 所以我允许这两个字串 它最多只会移10个字20个字 那我就可以瞬间的从N层等W 做到N层等10或20 那就大幅的下降 可以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那个 最 最 不知道怎么形容 最直观的一个想法 就是啊 那就 那就这么做 但是even是这样也是不够啦 因为那个N层太大 你看N层三十一 那还得了 也就是说 even我用这招 实物上还是 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可以接受吧 就是说这招是 不知道 马上瞬间就想出来的那个神询 但是 就还是解决不了 所以 之后才是我们想要讲的 比较有智慧的做法 到这边有问题 那我看一下时间了哦 那刚刚报道讲一个 这个东西那不是有它的代价 因为万一你今天 这个已经是属于那个Helistic了 因为万一你今天最佳节 是真的突出去的话 就是说万一最佳节是走到外面去 那好以后你只看这个区域 你就不会得到最佳节 所以有它的那个代价 所以就是我们下面讲的 通通都加上Helistic 原因是说 没有一个方法可以保证找到最佳节 这没有办法为了跟时间空间附近 所以这现实面 我们就被多要放弃一些部分的对佳节 但是 这是真实的世界了 好吧 所以 这是Banded alignment 然后 等一下我讲的第一个是那个 一招叫Biltration 所以这一招其实 概念很简单了 然后 接下来我就进入到第二招了 第二招才是实物上更常用的 所以一本刚刚那一个 就是说刚刚那一个 这一招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N太大 但是要看的话就会太广 所以就开始会有人去想说 那到底什么地方我才需要看 到底什么地方我才需要看 所以 尤其你刚才看一条 31条我这一条假设 如果假设我这一条并不是到31的 我只是一段 定区出来的税件 我难道31要全是少吗 所以就有人想到的 其实我有一派 他就是想办法去 聪明的去知道说 哪一些区域 我可以不用去做填表的BP的工作 所以这个叫Filtration 我这个Slide有点太乱了 我找一个更简单的 看这个有没有办法 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Slide 好吧我用这个讲好了 也就是说假设就是S这个很长 有3D的字 然后今天假设我另外一个衣服 其实是短短的 它相较于它不是很长的 那我这样子从头到尾把它吊掉 不是超纯的吗 因为我的时间非常线 还是很纯的 所以他就在想说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去知道 哪些区域比较有可能 哪些比较不可能 其实我接下来讲的方法 大概都是在锁定这个精神去操作 那其中有一类的 是导过来叫Filtration 它其实是Base上一些观察 那这观察其实是 它叫它Q管的性质 其实这个Q管其实 我们先是比较常叫它Q管 但是反正那个没有什么学问 那个名字不重要 所以Q就是说 现在如果Q等于3 就是右边这个Case 也就是说这个字串 TCC ATTAC 它可以拆成三个一组的话 你看它可以拆成T,C,G,A,G,A,T 可以拆成1,2,3,4,5,6,A 就是一个side window过去 它可以拆成这六个 这边叫Q管 就当你window size13的时候 所以given一个字串 given一个字串 假设它的长度是P的话 假设它的长度是P的话 那它可以产生出多少的 不同的Q管 就是P-Q加1 因为P是1,2,3,4,5,6,7,8,8,-3,加1 那就支六 也就是说一本一个任意长度P的那一个字串 我都可以强生出P-Q加1的Q管 好 那这个东西可以OK啦 就OK啦 到这边也OK啦 好 那这样现在都只是换句话讲 然后其中有一派的人 有一派的人 他跟师傅去观察说 今天我这边图画一下 我的目的可能帮大家画一下 我有一个很长的字串叫S 然后一个比较短的字串叫P 然后我要做这两个字串的那个alignment 跟一个两个字串讲Local alignment 那我本来要乖乖的填那个比较 那现在他在思考说 那如果今天我假设 去这边有个假设 假设我其实知道 这个S跟P的误差 不会太多 注意听哦 这边有个假设 你先不要管 那个假设合不合理 他就说反正我就是假设S跟P 他的误差不会太多 那更精确来讲 他会定义出 假设P代表他误差的范围 这S跟P最多只会误差P个字 我说他们中间相近的地方 只会P个字 那这个时候 会对于这个Q管有点评价 所以这个稍微有点难以想一下 所以我在旁边帮忙画一下 假设S是那个样子 嗯 假设今天 另外一个字串 是这样 我让他误差一个字 所以我把其中一个字改掉 我把这个字改成C好了 我把这个字改成C好了 比如说今天这两个字串 他如果误差一个字 就是 请问他们中间 共有的那个Q管 所以这两边共有的Q管 会剩下几个 假设它误差一个字的话 可以想一下 就是说今天 假设是误差一个字 比较简单 所以我可以算一下 误差一个字的话 比如说 他那边的TCC TCC就不一样 CGA CCA CG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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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如果你两个字串 他误差是最多 有K个Error 那我们知道 本来的那个 Q管的个数是 P-Q-E 比如说你一个长度是P的 然后Q是代表 那个window size 然后本来你会有 这么多个那个Q管 或者说大部分两个字串 完全一样之后 会有这么多Q管 是两边共有的 但是一旦你发现 误差 误差就是那个Error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Error 反而是 8-3加1-6 然后 假设你P-E 就做一个Error 那6-3真的到3 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例子 如果你有一个Error 那你共有的Q管 至少还是会有三个 而且这边少了一个P 至少还是会有三个 可以吗 那为什么讲至少 我们再画另外一个版例 假设它第一个字是不一样的 A-C-G L出现在第一个地方 就不一样的地方 出现在第一个了 假设你第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好啦 那你就只有 这个一开始那A-C-G 是跟这个不一样了 之后呢 你会发现C-G-A-G-A-T 这一整排都一样 也就是说 错一个字 它这边其实应该是很历史的 原因是说 今天如果错任何一个字 那是运气来好的时候 错在O跟位 那这个时候你的画 是两个字 算 这两个字 共有的Q管特数 其实 还有 1 2 3 4 还是5个Q管 共有 但worst case 就是它出现在中间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中间 那你会发现这个Q管 只要踩到这个 全部都会不一样 就是会扣掉K2 K2 所以这个worst case 就是 三个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 它叫做Q管的小定理 就是说 这个 共有的Q管特数 跟arrow特数的关系 就这么简单 这可以吗 所以这个东西是Q的 假设 先暂停一下 请问这个小诗子 先得懂 举个手看一下 有没有人要问 得到这个小诗子 就算你不懂 有没有关系 这个小诗子 其实它 它是有用意的 它其实最大的用意 是在于说 今天如果 我今天要做这个 VP填表的工作 我希望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哪一些区域 是值得我花时间去填表 就这样 那刚刚 那个Q管的小定理呢 基本上 会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现在可以花一点额外的时间 去做一些扫描 然后呢 可以知道 我这个区域 跟这个P 共有多少 的Q管 这是怎么做到的 嗯 这有一个石桌面的问题 我应该要补讲一下 也就是说 现在 注意哦 我没有想要开始填表 最后我还是会一点 但是我想要锁定一些区域 是我觉得比较值得的 我随便乱话 假设这个区域是值得的 这个区域也是值得的 然后这个区域假设是不值得的 我要怎么快速的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刚刚有一个Q管的小定理 对不对 哦 不好意思 还少了一个 假设我知道这个P 最后如果耳耐上去的话 它误差会小于k个的哦 就是刚刚有一个小于k的那个数字 就是说它的那个r个数 不会超过p 所以发现还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摊组 就是说 其实应该讲 应该说是一个假设啦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夹着我预知说 我这个序列一定会跟我们地方很像很像 最多误差会超过k的字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到刚刚的Q管的小定理 去帮我做一个快塞 怎样快塞呢 就是说 嗯 就是说我可以知道这个区域 它跟我们这个 配层P 共有多少Q管 因为 因为 举个例子 因为刚刚我知道就是说 嗯 前面那个小定理其实 让大家回忆一下 也就是说今天 我刚刚也得到一个小定理了 如果今天p跟那个区域很像 那我最少会共有 如果我们以一个比较真实的数字来讲 刚刚比如说前面算出来是6 然后6减去3得到3 假设我k等于1啦 我k就设1比较简单 那刚刚我讲的 如果k等于1的话 那我假设长度是 像刚刚看的那样子 8减3加1 扣掉3 我会得到3 也就是说 在我容错一个4的情况下 我这个p跟那个区域 一定至少要共有3个Q管 好 这个可以先提一下 假设我一定要共有3个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开始做个快塞的 快塞的意思就是说 好 比如说这个区域 我就开始一个sliding window滑过去 就是这样 这样慢慢滑过去 然后开始统计 跟p有多少和共有的Q管 这个统计可以很快的意思 实作上 我们可以把p建成一个hash table 也就是说 那我稍微画给大家看 抱歉 这边讲的high level一点 这p上面写个字atcca 那我可以把它建成一个hash table 比如说atc 还有tcc cca 各位 应该知道什么是hash吧 各位我写这样子 你不要入围圣的hash是这样 你想像它是个hash table 比如说我就问atc有没有存在 是可以很快的知道这个答案 这个叫hash table 知道吗 所以这时候发现我这样的话 其实是想要讲说 右边有一个hash table 假如我把p 整理成一个hash table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很快乐的就是 我都可以在这边滑过去啊 为什么 因为上面就有字啊 比如说ccc aaa好了 好了 那我就开始滑 ccc 问它有没有 没有 cca有没有 假设也没有 澳油 不行 CCA有 然后加加 我就用counter加加 就好了 反正我就用counter在这边算 这个区域 只要是滑过去哦 限期的时间滑过去 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区域跟这个pnp 共有多少个pnp 可以吗 所以举个例 假设 因为刚好不幸看到一个 这个区域里面 刚好看到有个cca 在这个hash table里面 所以之后它的counter值 会得到1 好了 假设我这个区域滑完了 那我发现counter值得到1 那我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 这个区域 并不值得我做百内可归 可以吗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已经concounter一件事了 就前面讲的啊 今天我又知道呢 那个字串 我那个字串p 跟那个区域最多只差一个字 然后我刚刚根据这个q管小律里知道 如果只差一个字 那么它至少要共有三个q管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把windows扫完 结果 诶 1居然是小于3 这个小于3嘛 所以代表说这个区域 基本上跟它很不像 你才会小于3嘛 就这样 可以吗 所以这个区域就不要 所以这个叫做 过滤吧 其中一种过滤吧 就是 我就是这样子 扫了扫过去 然后呢 假设这个区域有个反例的 假设我换少到这个windows的时候呢 我发现 诶 它共有的q管 居然有 假设4个 假设有4个 哦那4大于3嘛 那这个区域 这个windows就不需要考虑它了 因为它跟它有点像 就这样子 那假设这个区域是0个 这个区域1个 到这个区域又是3个 5个 那我就需要考虑这边要做dp 你就说我只需要花一个限定的时间 再让它上去 我就可以决定说 哪一些区域 值得我去做dp 哪些不用 可以吗 那 你说加速在哪里 加速就是在你说 我就是不用整个做dp 我只要做一些局部的检查就好 可以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过滤加速法 也就是说 利用那个q管小限定 搭配 其实应该讲搭配方式不少 只要搭配 你要把这个 东西建成一个hash 然后我们就开始 这样sign window 一直转回去 然后发现如果这个虚拱 有的q管很少 就不用 不用理它 直接把它 类似到这一段整个放弃 或者另外一个小板 反而是sn 但其中有一段 就是不一样 然后 然后 这边看起来有机会 那就把它考虑起来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自己要做dp 做dp 然后这个地方全部都不一样 这边怎么一样 就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q管的 过滤法 可以吗 这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一个 实物在看过的实作 好啦 所以这个是其中你的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 好 那个 k 是什么 你说 那个k怎么来 你讲到的其实是这个问题 这个方法的一个隐藏性的缺点 那个k 其实也是我等一下问这个 既然你问了我就直接跳了 你这样比较快一点 那 刚刚这个q管有 虽然假设它是一类的做法 其实那一类的做法就是要做 什么 那为什么 我先讲它正面的 正面的就是说 为什么刚刚那一招 实物上真的有人去 逃避它 试作它 原因是因为 在目前所有的定序的体系 它的 error rate 是很值得 就这样 比如说像UMI 啊我写太高了 然后它进走1分神 曝鱼的 或者写卖5分神 那像PanBi的话 其实我写小的时候 太 太 我不是业务了 可能应该写大 就是说这个大概15分神的主流 也就是说 反正不管怎样每一台机器 它出出来的那个字串和错误率 其实确实我们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换算出 它会出几个字 举个例就是说 比如说像UMI 它長度大概通常是100個字 一條啦 假設100個字就好 那你假設你知道它是1% 那你就知道說 喔 那你那個k大概就是等於1嘛 你那個會mish的那個 剛我們說有個k值嘛 它就大約會是1或是2倒的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換算出來 可以嗎 也就是說它確實有它使用的時機就是說 因為真的是真實的 必須整個一台的機器 每一家機器 我們真的都會知道它的error rate 這個勢必它公布出來了 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100分 但是每一家機器都會有一個error rate anyway 那你可以接受吧 所以剛剛那個k聽起來是說error的個數是可以換算的 但是它有它隱藏的缺點 那我當我這邊問的問題是比較 那我稍微看一下 我這邊想讓你們去思考說 可看可不可以看它隱藏缺點在哪 那我這邊問的問題是 還比較前面一點問說 請問剛剛那張Q管過去吧 它比較適合 比較低的 low error rate 或者是 high error rate 的必須機器 這是個問題 大家要想 所以有點難 然後我可能要把一些東西提示出來 剛剛那Q管的小定理是 如果說今天它有個t等於p-q加1 然後扣掉kq Q是Q管的size 不是說q等於3 p等於8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case 然後k就是那個容錯的個數 因為容錯的個數 然後它說 它那一道路就說 我就是這樣掃門過去 只要看到那個window 如果說它的t 如果說它有大於等於t的那個 大於等於t的那個 共有的Q管 就是說這個區域 假設跟這個case的t 它共有的Q管特數很多 那我就懷疑它們夠像 所以我就值得去為它做反應過關 精神就是這麼簡單 那如果是其他區域 假設都很不像 就是共有的Q管其實很少 小於這個體質 那其他區域 然後其他區域 他精神大概是怎樣 好 那請問他這一招 比較適合低錯誤率 還是高錯誤率的定規機器 這次我要問你 講一講 大家不知道投票 請問你 請問這一招適合低錯誤率的機器 舉個手看一下 四個 請問適合高錯誤率的舉個手看一下 一個 兩個 好 適合有 怎麼有兩個名舉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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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第三個 第三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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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到是另外一些細節的問題 對 剛剛Q4 size這個問題 對 然後呢 為什麼Q管越大越好 Q的Size越大越好 你覺得越大越好 是為什麼 一的話當然沒有任何見別度存到爆 大一點的話識別度是高一點 但也會有一些副作用 你講到四個事情 然後呢 對 對 他叫做化妝 他叫化妝 那時候還會說 大會是 那時候還會說 把Q在的資訊給我化妝 這樣做不像是大會 OK,我大概知道你要講什麼啦 你其他舉手的人有沒有要補充的 你原因是跟他一樣嗎 也是一樣 錯誤率小的時候什麼門檻 OK,比如說,當我數學來看 K更小的時候,K更大 然後呢,你才不會走那麼多人去 不要去找台詞的話,找到賣以後的問題 呃,假設K越大的時候,數字就越小 然後呢,就整個看起來都是 都需要開槍,都需要做DP 其實跟你講的是很類似的啦,有點類似啦 意思就是說,對,這個其實是很敏感的 就是說那個 呃,當你L-ray稍微高一點 呃,或者我看有沒有辦法,更簡單來講 他剛剛這個公式其實很容易高估 原因是說,你回去看他這個公式喔 你看是P-Q加1,扣掉KQ 也就是說,只要出現一個error 老子就把他 懲罰他扣Q的 只要有一個就扣Q的喔,兩個就扣6個喔 所以你想想看,這個東西是這樣喔 當你K是2的時候,Q是3嘛 如果要容錯兩個字,扣掉3就6個 開始6-6就0了,可以嗎? 就是說,假設同樣的Case,這是8-3加1是6 那現在6-6就是0了 注意,就是說我今天要容錯兩個字 我瞬間T1會下降很快 可以嗎? 也就是說他很容易高估啦 什麼意思?我們再舉個 更簡單的例子來看 今天假設他其實算真的錯兩個字 啊啊無法錯了 等一下啊 把它換個顏色比較快好了 假設一樣TCG 然後我故意把這邊變成不一樣 變成GG好了 這好難畫 TCGGG 就沒有對齊 那我看有沒有方法 我直接把它塗掉比較快好了 假設我今天 有另外一個字串 它跟這個TCG 本來這個東西跟現在的字不一樣 錯兩個字串,錯兩個字串 差兩個字 這個時候 根據我的Q版的控制 我會說他們兩個共有的Q版個數是不是一個 要不然形式少人共有兩個字 所以這個形式是Moscate 可以看得出來嗎?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高估 反正它會高估你才可以我自己的影響 可以同意嗎? 我今天只錯兩個字 我會說這兩個字算上只共有 它開成他們只會共有0個Q版 你就說等一下那個T的 門檻時間降到底 那不就幾乎全部開槍了 我整個table幾乎沒有固定的效果 所以 雅各爾我剛剛固定舉一個提到的例子 你可以繼續稍微 例如說 沒有錯 確實存在一個Moscate 如果先做這個字 基本上Q的分布的話 確實它們是共有的Q版 但是實物上的Error 其實不一定會有的總分布 它就是會 就是亂七八糟的狀況都會有 所以有時候很集中的時候 它就會照顧它 所以這個Q版的類型 簡單來講就是說 它其實 適用於 比較 Error比較小的時候 就是Error比較小的時候 你Error比較小的時候 你高估的狀況不會太嚴重 但是像這種高速率的平台 你再一層下去 不得了耶 那個 幾乎那個梯子就瞬間降到底 就這樣 可以嗎 可以感受到 就是說這個很容易會 高估那個速度 然後造成這個門檻 會太低 然後最後整個加速的效果 會大幅減少 就這樣 那聽懂嗎 所以這個Q版的技巧 其實是有它隱藏的缺點 但是因為 在目前定序的機器 因為大部分都是使用這個 Illumia的平台 它大概1% 所以有些人都還是覺得說 它這一招還是有它存在的家 的去 去嘗試 但是 Anyway 就我個人的看法 是它其實是有這個隱藏的缺點 好吧 所以這個其實不是主流 那目前的主流 比較多的 所謂主流是做 向下比較多數的那個 實作的改善 就是台藝這樣說的 有一個改善 是屬於這種 英文叫做6 and extend 的 特略啦 都可能翻成叫做 先掃重置 再延伸的特略 目前大概點型 大部分我們在用的 真正在用的軟體 大概都是鎖定這個大的方向在前進 所以它的那個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 看一下有沒有很好的例子給大家看 我找一個比較簡單的好例子給大家看就好 我們找個例子給大家看就好 先講一次啦 這兩個那個 四串它長得像的時候 長得有點像的時候 比方說超級像 其實像問題來講 它很多地方是不一樣的 但是 它的這些 這些high level的方法就是說 基本上在這個 alignment的那個答理裡面呢 你總是會有 一些會可以找到一些特殊的區域 它其實是兩邊完全一樣的 所以幫大家標記起來 比如說這一邊 它完全一樣 咦 沒了 這邊可能也完全一樣 這邊也給它算一下好了 可以嗎 就是說 在這個 整個那個 假設你現在 偷偷先偷看 我們先偷看一下答案 雖然實際上 我們是最後要做出 那才是我們要付出的答案 但是我們先偷看一下答案 比如說今天align好的地方 基本上 它給align一定要有 夠多 夠像的地方 就是夠多的match 那比如說 就像這個 你會發現ATGG 沒有連續的名字 match 就完全一樣 那這類的技巧的想法 它就把這些區域稱之為 SIT 種子區域 就叫做SIT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 做個Match 反而完全全都是這樣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到底跟PT有什麼關係 基本上這類的技巧是這樣子的 因為 本來我整個要搜尋的舉證 超級超級大 我不知道要對哪邊去做填表 我看有沒有辦法開空白的 在這邊畫一個空白的舉證 你想想看 反正這個舉證超級大 我不知道對哪邊去做局部的填表 但是如果今天我可以找到兩邊共有的種子 假設是在這裡 就是剛剛那個SIT 剛剛講的那個SIT 它是在這裡 那不就隱藏一件事情 我今天要填表的範圍 不就是在這附近嗎 可以同意嗎 也就是說 那個SIT就有點類似這個區域 假設我今天 可以很快知道說 在這個大表格的圖圍 哪一個地方 他們兩個是都在Match 這兩個是算他們有共有的 種子或是特別Match的局部 那我就鎖定那個附近 周圍去做填表 做一下個人 這樣就可以得到加速 空間跟時間的加速 可以嗎 所以 我看有沒有更好的例子啊 看有沒有找到更好的 就像這個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例子 給大家看 這本來我要快快的把 圖表表都OK嗎 現在假設我有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可以很快的知道這兩個字串 他們其實共有CBGG 我都要先CGTT做 CGTT CGTT 如果有一個神奇的方法 我們先不講到神奇的方法是什麼 如果你可以接受說 有一個神奇的方法 可以告訴我說 喔這兩個字串 其實共有CGTT 其實共有CGTT 那個中子 那個字串 那之後我們就 可以把這個圖表封做 局限在 這個局部就好了嗎 就是 咦 為什麼突然不給我畫 就是 這個是共有的部分 GGTC 那我們就鎖定這幾個小地方去填一填就好了 所以就這個精神 那這樣時間成本 空間成本 是不是就大了 下降 所以這個 最後 最常用的這一類叫做 Sit and Extend 所以它的關鍵有兩個 這個 其實也應該很低 應該講的 叫下降 就是你要先導出點 冰空的動作 對 第二部分 做一個局部的 填表 DT 然後 就可以達到 省空間又省時間的效果 可以如此而已 可以嗎 所以這是最後一大類 叫Sit and Extend 那當然在這邊 最具有代表性的 軟體就是Blast 這是那個 我們稍微講一點點營養 知道 然後再過頭了 就是一個 軟體叫Blast 這個 其實 是 大概 大概在學術圈裡面 大概 出生輩子最多次的論文 其實我 我應該要來Google一下 太久沒Google 因為這個已經是五年前的Google 所以我可以看一下Google Scholar好了 有沒有去Google Scholar看 差不多啦 所以 基本上從Google Scholar 可以稍微看得出來 它的那個 被引用的次數抱歉 這引用的意思就是說 被其他論文 引用的次數 五萬多次 其實我認為它應該是第一次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是這樣 其實因為我們三不五時都用到它 因為這個所有的都知道它 所以變成最後 好像連這個引用都來這裡 像我給我自己 進來忘記引用 就說這個是因為Blast 有時候我自己也會忘記引用 因為沒辦法全世界都知道這個軟體 然後 我說在 在醫學界或生物界 基本上幾乎沒有半個人都知道這個軟體 就是Blast 那它就是最早期 英格蘭剛剛那個Sick and Extend的 一個比較有名的那個Software 然後被用了幾十年了 所以只有美國他們CBI在大力Support的一個工具 所以這個是那個Blast 所以它其實就是實現剛剛那個精神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第一位這個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醫生 一個應該是一個 我聽到它是一個醫生 那它其實是Blast的幾個 其實這幾個人都超級有名 其中我們介紹一下那個是 那個叫G-Mind G-Mind 它其實是 之後我會再提到它很多的那個 在跟那個作品 或者說它的方法 然後 其中第三個叫Win Mind 其實我知道 我知道在Payne State那邊 所以它其實 其實也應該講 整個Blog是不一樣的 主要的演算法的 耐快聲唱點是搞定的 G-Mind 跟Win Mind 抱歉 Win Mind 是他們去處理的 其他人其實是負責統計 所以說 我們會談到 其實後面有一些統計的那個地方 那它的精神其實 超級簡單的 我想我們有機會把它很快的講完 剛剛我們有講過它的重點就是要找到這個 快速的找到出這個種子的區域 之後呢我就可以 假設我找到那個種子區域 我就可以對這個局部做填表 就這兩個階段的實配 它就第一步要快速的知道 這兩個長字串 注意我們知道這個答案 現在這個當中的答案 但是我要怎麼很快速的知道 這共有的種子的區域 是它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解決完之後找到之後 它就給定位了 在這個滴滴舉證 你知道啊 我比較蠻長的小區域 就好了 那這個要怎麼去做到第一步找種子的 找種子的那個動作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它用到的 又是我們剛剛講的Hashtable的技巧 也就是說它把其中一個子串 注意現在改一個子串 有一個A一個B啦 那B先擺旁邊 我先亂寫一下 我們B先擺旁邊 先把A整理一下 A字串怎麼整理 沒有什麼太大的學問 就是把各位 不要緊貨上過的一招 叫做Hashtable 再拿來用一次 那Hashtable就是說 反正 當然它就要固定一個 Windows 好 比如說3 好 那我就開始掃 第一個Windows 我看到AQA 好 那我就把AQA這邊 那個欄位 叫做Hashtable 然後後面就加上一些必要的資訊 比如說出現在A的第一個位置 那Islate AQA T 掃到 GAT這邊就後面插入了 Islate AEC 然後把ATG 三寫下去 然後就Islate AQA 全部把它放過去 那就把整個AQA這個字串 把它轉換到Hashtable裡面去 比如說現在這個整個 字串的資訊 現在變成一張Hashtable去表示 就這樣 所以這邊沒有做什麼動作 只做一些轉換的事情 好了 那你說做這件事要幹嘛 不要忘記我們目的 所以是要找到AB共有的字串 那此外還是稍微提一下 這個時間成本 是線性的可以嗎 我都滑過去了 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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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 那有了這個Hashtable之後呢 欸 我居然少了一個slide 啊 被我砍掉了 不好意思 我就直接自己畫了 所以我可能要稍微 故意畫一個 有那個 我要故意畫一個有共有的 所以我在思考怎麼畫 AA GA好了 這樣就有了 好 注意看B假設就做AGA了 好 所以A現在建好一個table在這裡 好 那接下來我就開始去 換成B了 現在主角換成B 然後我們注意看一下 第一個 AAG 第一個我現在換少B 然後B現在 第一個會有AAG 注意模式去問 這個Hashtable裡面有沒有AAG 這個答案是NO 那我就可以倘過一件事情 B跟A沒有控制的AGG 然後呢 接下來換第二個Window是AGA 那我去卡這個Hashtable 喔 Bingo看到了 我跟A共有那個AGA這個字 Bingo就找到了 所以這叫做找到種子 就這麼簡單 過簡單吧 所以這其實只是利用Hashtable 然後一個SID 然後就可以很快地找到種子 所以講白話就是說 第一步找種子的這個階段 它只要花O的N的時間 Vinear time的時間我就可以找到那個種子 就這樣 可以嗎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這個就是找種子的那個招式 確實要花一點成本 而且要把其中一個東西轉換 Hashtable 然後再花了多多的時間去找到種子 但是只要找到之後 就下課了啊 因為我們就 接下來就是去填表啊 就說你今天如果找到種子了 喔 假設是找到這裡 那就開始可以對應到那個 那個 矩陣的看是哪裡 然後就開始填局部的那個 BP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是目前常用的那個 招式叫Sink 夠簡單嗎 就這樣 有沒有問題 到這邊 當然是有問題的 難道這一招沒有缺點嗎 所有東西都有缺點 各位不要你們每一招是perfect的 沒有一招是perfect的 如果今天世界上完美的一招 我們就不用站在這裡了 我們就 我們就 用它再好了 所有的招式都有缺點 就是這一招 那請問最後剩10分鐘 問大家 請問缺點在哪裡 錯誤是這種 種子啊 蛤 錯誤平均的分散 然後我可能會找不到種子 會怎樣 非常好 第一件事情是說 剛剛有一個小地方沒有 你有講到的 他講到一個重點喔 萬一很不幸的是我今天 他們那個差異的地方是很平均的分散 很不幸我設的那個種子的 因為種子有個參數我剛剛沒有特別交代 就剛剛Q管的Q一樣 但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不同的名字 前面叫Q管 現在叫種子 不好意思不要怪我 我也很討厭那些人 他那一天的換個方法 為什麼要換個字 明明就是一樣的 但是有的地方叫K門 有的叫Q管 有的叫種子 有的叫Kid 我看過四五個不同的講法 都是講一樣的事 我很想要點他們 跟你們現在心情一樣 但是請不用理他 那個就是 就是世界上就有這些討厭的人 所以大家剛剛講的問題就是說 萬一那個不一樣的地方 是很平均分散的 萬一我這個 種子的長度設的太大 就剛剛hatch table的那個size 設的太大 那我就會找不到半個 共有的種子 我就沒辦法啟動這個局部的DP 你講到是個對的事情 那solution呢 最簡單的solution 我不是要有學無小問的 我是 縮小 就小一點嘛 那參數把它調小 比如說本來這個參數 可能是設20好了 那我們把它設成10好了 比如說這個種子的長度把它變小一點 那就有機會找到共有 是吧 所以呢 接下來有什麼副作用 會找到很多 因為你的字算是找到只有10個字 然後五個字就可以知道 嗯 等一下你說字算縮小剩下10個字 然後呢 可以找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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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弄得太小 那它就会到处都是 对不对 很容易出现假的啦 但不管如何 我们最后还是会做DP啦 对不对 但是就是每一个我都必须要做DP嘛 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嘛 所以每个都要做嘛 所以如果你们跑过不到 就知道它为什么突出很多个 因为找到种子的地方 通通都要启动DP啦 那当然只用DP玩 它会有些过滤啦 但是一开始精神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是这个case 请问它的最大缺点在哪里 就是速度嘛 我速度不是都整个降下来了 我本来想要 这本来是n平方嘛 我本来希望是得到linear time的 order n的 那现在整个表格也几乎快要填完 如果有一堆种子的话 一堆假的种子 那也不就没有钻头嘛 也就是说这个BLAS 其实它潜藏的问题 其实就刚刚讲的就是 它其实是有 我跳过一些地方 所以它的worst case 其实理论上的worst case 会到n平方 因为如果你那个种子开太小 那你就几乎整个表格都是种子 通通通都在做dp 没有任何的钻头 就这样 所以它worst case 请注意它其实还是n平方 只是实物上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 其实这个是跟实物的妥协 因为实物上我们知道 这种case 其实是可以 透过调整那个参数 去做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你的速度 跟你的那个 他们数字叫sensitivity 就是说你的那个敏感度 跟那个速度 是可以做 对那个种子的宽度 去做取舍的 你要速度快一点 还是 希望敏感度高一点 这件事是可以去调整 那个seed的大小 去做取舍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brows的作者 把这个困难的球 丢给实用者 去做决定 不太负责任 但也没有办法 因为想不到更好的方法 在那年代 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 就觉得 他们心里都知道说 这个种子的大小 会影响到速度 跟那个准确度 或者说 应该说敏感度 比较恰当 sensitivity 所以他觉得 就把那个种子的 那个参数就放出来 给实用者去做决定 所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 实物上 brows真的会遇到的 那个缺点 所以我看一下 他应该有一个 你既然讲到这个 我应该可以先讲这个 对就是说 怎么常讲 brows他遇到的一个 叫做 英文叫做dilemma 它是个两难 也就是说 像刚刚 那位同学讲的 就是说 你看这个window 如果你今天 brows的c size 抱歉 这个c size 你设成11好了 你会发现最长的 123456789 这边只有9个字 剩下的都很短 更短5个字 6个字 发现这是6个字 这边也是6个字 你说如果你今天要求 那window size是c 哇 你这个地方根本找不到 半颗种子 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 dilemma 因为就是说 你就只能 要么把这个数字 从11变成 987 把它变小一点 然后用更多的速度 去换取这个 数语叫做敏感度 可以吗 可以同意吗 这是你讲的 这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是brows 它的缺点 但他没想到 他竟然讲到这个了 看文化很快地讲完 有点难 基本上就会 开始有另外一群人 就是人类的脸话 就是这样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 一次做到100分 所以所有的科学的进步 都是一直在 一步踩一步 所以brows出来之后 很快地就会 有另外一群人 他们就看到这个问题 也许官方就已经很明白 跟你讲 你自己去调参数 自己决定 就有人开始想 那难道没有更聪明的 找种子的方法吗 结果答案是有的 答案是有的 因为既然提到了 我就干脆顺便讲 答案就是 其实有很多人 在想这个种子 要怎么挑 可以让我在这个两个 取舍之间有更宽广的 那个未来 所以比如说有些人就想说 那我就要求要成队才开枪 你至少要有一队 你种子要有一队 我才对这边做DP 局部的DP 或者是 有人是做允许容错的 In-edad 也就是说 那种子中间我可以容错 那其实二跟三是很像的 那最酷的 里面最有名的一招 是很难想象的 就是 就有人想到了 我可以使用一种叫做 Space Sea 或是非连续的种子 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 我本来放在最后的 这个软体叫 Pattern Hunter 那名字不重要 那重点他就是想到一招说 我本来那个Blast的种子 我要求 比如说这个样子是11个 假设这总共有11个字 我要求它连续Perfect Match 他们想到的一招就是 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把那个Windows打大一点 本来11我变成18 然后18里面 还是常有11个地方 我要求要Match 所以1的地方是代表要Match的 这边是代表Match的 然后0的地方 是代表我Don't Care 你可以MissMatch 或Match 我不管你 注意是Don't Care 我不管你 然后他说这整个 东东 是他新的找种子的方法 或是他叫他Model 就是说因为 他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字 去描述这个概念 所以他叫他是Model 但讲白话就是说我现在的Window Size 不是11我变成18 但是18我不是要求18个字连续都要一样 我是18个字里面在1的那些位置 我要求一样 然后在0的位置我是Don't Care 我就是Don't Care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理他 管他是Match的 反正我就不管他 这种新型的那个 找种子的那个 技巧 他把它取名叫SpaceSit 但是我觉得那个英文真的很难翻 我找不到很好的方法 但他概念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 我想想看 因为时间不够 我下次再讲了 Conclusion就是 反正他就是把这个原来的要求连续11个Match的事情 把它改成这样子 更宽广 然后中间有一些地方可以不管他 然后最后 我们直接看他结果就好了 中间的下次再讲 最后让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结果是很惊人 让我稍微看一下 吼 吓死我了 所以那个 我以为他打出去的 因为只是叫我回播那就还好 所以我看一下 这是Brust 然后他的在这里 这两个中间两个都是Brust 不同的参数 然后 让我们看一下 这是大肠杆菌 所以他号称那个Brust花了700多秒 他花了34秒 那当然中间那个Match Brust 就是那个Windows Size比较大的 他确实是很快5秒 但是他再把它放大到这个 因为Ecoli他大概 长度大概是500万 5Megas左右 那在阿拉伯界大概是100万 抱歉 100Megas 百万千万 1亿左右 1亿左右的时候 他发现原来的Brust跑不动了 然后那个加速版的Brust跑不动 大概花了这么多时间 然后他只花了5000秒 然后这个到HumanGino是3G 30亿的 3Giga左右 然后他说他花了大概 也是有点长的时间 但其他两个从头都跑不动了 就这样 然后他号称他只用了一台PC 跟EKIGA的RAM 就搞定了 因为他做那个小小的改变 世界就不一样了 所以 所以那个 我只follow你刚刚那件事 就是说 就有一个人想到一件事 就是说 之前Blust要求 连续11个字 要match 我才视为是个种子 他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改变 就是说 那我就把这个种子的定义 放宽成比较宽 但是中间允许塞一些 don't care的位置 我就可以有巨幅的改变 然后所以 因此有巨幅的改变原因是说 应该concreder就是说 他可以在刚刚那个trade sensitivity跟速度之间 两个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所以这个找种子 其实是很有学问的 也就是说 刚刚那个种子 seed and extend 其实找种子那边 是可以有很多的学问 那只是 所以其实我们是 一步一步的踩上去 但是时间超过了 好吧 所以那个 我来不及 今天时间不够 你不然有另外一个 要交给 剩下哪两组 举个手看一下 你们两组 下次好了 今天还不及讲 一点 我们下礼拜再讲说 你们下次要干嘛 好吧 我们今天先这边 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礼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礼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礼拜